我叫你做臥底 我們又叫你回來做臥底 那你又臥底我 你本來就是臥底 那你現在又怎樣了? 我現在就沒有臥底了 24小時之內 我要看到Living坐在那裡 Living這個性格 我想他自己才是最清楚 沒有人會了解Living究竟是屬於一個甚麼人 因為他的身份實在太複雜 他的內心也很複雜 但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他對感情一點也不複雜 這件事我想是他唯一對自己保留的一件事 你說有時要面對一些黑社會的勢力 又要面對一些警方那邊的勢力 變成他要處事要很謹慎 每件事都要很謹慎 去面對每件事 我想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電視裏面的Living 是一個很成熟的Living 而電影裏面的Living 是一個很不成熟的Living 即是一個 剛剛畢業 就要在社會 做工打工的Living 因為電影裏面的故事比較草重複雜 很難一言兩語可以說完 為何戲名叫變節 其實變節這兩個字就在電影裏面包含了很多變數 所以故事是怎樣 我真的很難 很清楚地交代給觀眾 知道會是怎樣 我想 其實 我不是賣關子 其實 我覺得 一定要進去看一看電影 到底有多變節有多複雜 的故事 才會清楚整件事 當我收了劇本看完之後 我越看 我就越喜歡這個角色 在劇本上我已經很喜歡 我就開始 怎樣搜集資料 問問一些 黑道的朋友 其實 認識就不難的 可能中間有個朋友介紹都可以認識 問題就是他肯說給我聽 一些很寶貝的資料 以及一些警方 警察方面的朋友 我都有去 兩方面我都有問過 因為我覺得 兩面的心態對我來講 演藝這個角色來講 都是很重要 不知道你妹妹跟Living有甚麼關係 關你甚麼事 關你 不要動 Living你推不推啊 動到也不推啊 沒有啊 來賣單 我們去動一下Living 最初都 最初知道要開Living這部電影 第一個感覺就是 問究竟是否真的 不是說說是否真的 都會知道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後來知道公司真的有意思 是落實去拍這部電影 當然是開心到 開心到有些睡不著 因為始終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由電視一個角色跳到電影大人幕 我想不是每個演員都撞到這些機會 我還想過有一天你身份會和 誰是身份 警察還是虎客邪 為何一定要二選一 為何一定是你們安排了A餐、B餐 再叫我去選 這樣有得選擇嗎 難道我這裡只有這兩隻人嗎